朱玲玲、雍家瑞、黄埃伦、莫可欣、杨思琦、唐麗球 曹敏利和梁麗喬举行传媒查序 宣布12月会举行艺术展 朱玲玲还会展示一张 对她来说相当有纪念价值的摄影作品 是我花园里拍的照片 那棵花就是那棵薯仔是我妈妈送的 我妈妈现在不在 那她送给我那时候我就很喜欢拍 因为她开得好很多花的 那我就拍了一路放在我电脑里面 都没再看 那今次做这个活动 我就觉得这张照片是有意思 给这个project 那我就拿出来 最近有没有臭孙子 臭孙子 幸好他们不想我帮忙查 那我玩他们 就不是臭 我和他们一起吃饭 有些孙子没有说 譬如说我要妈妈带我去街滑 在公园里面 那是无闻流畅 那没有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都算幸福 那些小孩都不是很扭手 扭手就难应付了 肩负起会长职务的翁家瑞 就说很开心 今次的艺术展得到大家的踊跃支持 到时一定会很热闹 很精彩 那我认为哪位会员的画工是最好的 不认为哪位 不不不 我们有很多大技师者 或者譬如柳雷雷雷 他摄影就很出色 黄外伦 Ellen Wall 他水彩画都很多年的功力 还有诚文娅 他的照片 大家都很出名 我们都略懂一些画画 还有我们有四十几个订阅 都会参加这个项目 我想有十年八年 没有拿起过画笔 因为Virginia 开始了这个项目 就带动我们全的惠言雅集 就很多人一起 大家一起想 我们就一起去做这个艺术项目 杨思琪就会公开 跟女女杨卓泳合作的画作 而说到八个月大的儿子Cody 思琪就透露 他现在开始吃虎仔 最近他不是很肯喝奶 之前都胖嘟嘟的 近段迷茄年没了 可能就是厌奶期出现了 现在就要买一些开奶茶 冲点给他喝 希望他快点有胃口 有没有说 可能要做多些虎仔或腐食 给他去增栋 对 现在开始吃虎仔了 有些不同的水果 可以给一些虎仔 一起搅拌在一起 所以他对那些都是有兴趣的 都喜欢吃的 姐姐是没有帮忙做馅粉 姐姐是帮忙吃的 他看到虎仔这么有趣 他又想试一下 至于莫可欣就透露 老公方忠信在上海拍完剧之后 已经回到香港 他又说老公因为工作 前后接受了28天的隔离 他也替他辛苦